大家好,繼續是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不妨打電話問Stanley 他很樂意解答家庭觀眾的電話 Stanley聽聽電話,黎小姐 有請問1088 1088是嗎? 你有貨嗎? 沒有,有請問有貨 好,1088是中國神話 最新來說,跌1.5% 報32.5毫半 未有貨,打算怎樣報酬呢? 黎小姐,想好奇問,為何想選這款? 煤股,落後 但落後有原因 我打算買這個股好了 說真的,煤股為何我這樣問呢? 因為大家有一個追落後的心態 因為始終有煤炭股 的而且確這一轉落後的 如果你看回形勢上的話 亦都是,說說內地方面 如果你是內地,經濟是真的走好一點的話 大家一般的想法就是對煤炭的需求量 應該都是會回升 因為可能用電量多了 這個都對的 但問題是,如果你想深一層 第一,煤價和電價那方面 其實之前已經有個叫做煤電方面 有些叫做政策出台 對於煤炭價格方面 其實我覺得升幅不會太多 這是第一 第二是說呢 如果你看國賊方面 其實現在開始會比較注重環保方面 其實用煤就不要環保 所以你說未來來計 我會覺得煤炭的發展空間 坦白說,我覺得會越來越窄 不是說不會用 但問題是 跟以往的時間的佔比 會越來越小 而且 之前的時間 都有些內地的報告出過 就是說 其實預計 煤炭今年仍然都會 出一個產能過剩的情況 煤的產量是很多 但市場方面 那個需求量其實不會太大 所以對於個別的電廠也好 一些的企業也好 雖然你說沒錯 煤炭價格下跌的時間 比如現在這段時間為例 的而且確 很多企業 可能會增加煤的付存 但那個效用相對比較有限 還有你看看神華方面 說真的 神華追落後 我又不反對 但你說這些價位買 其實有點尷尬 因為你看圖的話 其實32元這個位 是比較大的關鍵位 所以如果跌出這個位 意味著股價有機會 可能上一步 下市 30.5元這些位置 下一個比較大的私潮位 就是30.5元這個水平的位置 即是現在 下一個環線 就是這個位 所以如果你跌穿了32元的話 其實你有個 都真的有機會 可能會再下市深一點的私潮位 所以如果黎小姐本身你真是未賣貨 而想買的話 我覺得兩個意見 第一是說你可以不妨 比耐性 等等 看看如果買去 即是跌出32元這個位的話 在30.5元這個位置 你不妨可以試試 如果你又真的想說比較急著買 打算說 都不要緊 我想駁個短線反彈的話 32元這些位置 你可以考慮 即你可以駁一駁一駁 你駁到33元 34元這位 甚至乎樂觀點 但35元到這位 我覺得你都可以 嘗試駁一下 但是 以36.5元這位 再指示位 即是怎樣都好 你的煤炭股 我自己的看法都是比較 即是中性一點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不急著買 等下 OK 黎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問了 6837 什麼價位可以入貨 海通 好啊 即是未有貨 現價 跌超過2% 12.78 事實上海通我看法又不是太悲觀 我自己覺得都不差 因為始終我對內電股市的看法都是 比較正面 這是一個大前提 如果你說內地股市仍然有個比較 在環節後的時間 有個好一點的表現的話 勸商股 應該不差 上年來計 其實說真的 上年時間 下地勸商股的經營環境不是那麼好 但今年 應該有個比較好的改善 所以大家可能回炒一個叫做 轉圈的概念的話 其實勸商股其實是可取的 但只不過 如果這個圖比上來看的話 12.5元這個位 暫時看 是比較大的支持 我會建議黎小姐本身 如果你沒有買貨的話 先留意一下 12.5元這個位 能不能守不守住 守不住的話 不妨 設低一點買 12元到這些位置再考慮買 如果守不住的話 你要先鋪短線 先鋪上14元 這位置 如果你是短線的部署的話 你先看他 12.5元這個位置 守不守住 你可以考慮一下 OK 好 謝謝你 謝謝黎小姐 聽聽下一位 羅小姐 喂 你好 楊潘你好 我想問問883和94 是甚麼位置 28號 883 OK 中海油方面 未有貨 未有貨 94 明白 好 883 現價方面跌超過2% 到15.74 怎看呢 883 其實不是第一次搭 之前我記得是昨天都搭過 好像有很多地方搭過 不只是在這裡搭 事實上 883 其實現在比較麻煩 因為 跌穿了個 大的支持位 大支持位在哪裏 就是這個位 16元這個位置 事實上這個位 你看到之前 是稍稠的 但今天來計 跌穿了 其實形態上 很尷尬 現實上真的變差了 還有之前也說到 本身 883 其實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很多的 叫做 近海開的 油田 基本上很多 都接近 容源 所以在這幾年時間 公司 可能會去主打 深海的鑽油 深海的 油田 做多的資本開支 可能會加大方面的資本開支 與此同時 其實公司 中海油本身 對於他們 以來這幾年 產油的量 其實是很深深的 他們主要 可能是單位措施的增長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 油價升 對自己有幫助 油價跌 對他來計 是百何而無一利 所以如果你想買的話 說真的 如果 你給我選 中海油和中移動的話 中海油就不考慮 反而中移動呢 坦白說 我一直都看好 但問題是這段時間 其實說真的 都比較多的 叫做負面的消息 還有說到 之前說到 好像 給了一間大行 JP就 長稅 長稅七十多元 另外 之前也有虛擬的電訊商 虛擬的營運商 我們叫做 NVNO 這件事 例如蘇寧 國美 騰訊 又可能會參與市場 有一個競爭 但說真的 你說好像JP均報告那樣說 其實它都有三個 變數 有三個 Pyteria 那你說是否哪個是呢 哪個都不知道 就是會不會是三個都不是呢 也都不知道 所以你說 定目標價 我覺得是 比較上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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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無斷了 而至於你說 好像 之前說到的 一些說虛擬的營運商 老實說 現在我都還在研究 這個影響對方 有多大 那條初步體的資料的話 事實上 未必是真的 相中那麼大 甚至乎 如果有這些 國外的經驗的話 對於這些電訊商 其實可能是 等一轉是有利的 所以我會覺得你說 這一次來計 中藝棟的股價 掉下來 其實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下低級的 只不過呢 中藝棟 這一轉 其實跌勢 說一句 比想像中是大的 還有現在這一刻 基本上跌穿了 之前一個是上升軌的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真的打算買貨的話 我建議一下 大概 這個水平 即84元這些位 你可以考慮的 即現在環線 這個低位的水平 即84元這個位可以買的 如果你是要買的話 說一句 中線一些看 短線的話 都不排除 有些震盪 但84元這個位 相對來說 是一個比較 可以考慮的買入價 好啊 等一等 84元 84元 可以考慮的 可以考慮的了 是啊 喂 李小姐 喂 是 請說 不是 一定 這個位置可不可以買少許先呀 我覺得 我問家庭觀眾 都打算分段買的 是不是 我會 是呀 分段買的話 說真的 我都依然是 看正面的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 可以打算多的 即是比較多彈藥 分段買的話 這些位置 我都可以考慮 但問題如果你是以一個技術上的場面去看的話 只要84元這個位置 我覺得比較可趣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 可以等待的話 84-85元這個位置 我覺得你可以 不妨 這些位置可以買買貨 OK好 多謝 這位家庭觀眾先 OK我們有另一位家庭觀眾 在旁邊 這位是 陳小姐 是 陳小姐你好 你好 我是想請教 八百三和三五百的 八百三 又是八百三 剛才說到 我聽不到 不要緊 但我問家庭觀眾 為何想買八百三 不是這樣 今天 因為我就是 陳小姐 疑惑了 我看到 他那麼強 現在 真的有點害怕 還有三五百 我可以 疑惑 七學日 是 現在 如果他會升 的話 就說 是不是有空間 是明白 我先解釋八百三 因為八百三 形勢上 是差了 特別剛才說到 看看圖 有八百三的圖 其實 16元 大支持 原先是一個比較大的支持位 你看到這一層 掉下來這一層 其實這幾次 即是一月中打後的時間 沒有跌穿過16元 但問題今天 跌穿了這個 那麼大支持位 意味著股價 其實是有脫墊的壓力 我之前也說到 八百三本身 因為他 以往的時間 比較多一些的油井 其實是近海的地方 但這些地方本身 已經開採到差不多的時間 所以公司 打後的這幾年 有部署 在一些比較深的地方 再開採新的油田 但問題是 深的油田 本身 資本的開支 是會加大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本身 其實中海油 對於未來這一兩年 自己的產量 預測 其實是比較深深 不是看得那麼 理想 很樂觀 他也是估計 如果要自己記得的話 他也是估計 開採的量 增加是單位數的百分點 可能是50至50 左右的水平 所以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 油價升 對於先有比較大的幫助 如果油價不動 甚至乎有跌的話 對它的影響 相對比較大 所以你說這些價位 說真的 16個二島買的話 我也建議 如果你有貨 這一刻 我建議先減少部分 不會差太多重貨 你可能不介意 耍手 等市況可能 好一點 等股價 入彈的時間 你先沽 但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建議 這些價位 可能沽著一半 七次少 七次一半 我覺得 相對上 另外一半 先拿著貨 也不會有那麼 大壓力 八八三 OK了 是 是 另外三五八 江西銅 江西銅本身 說一句 雖然很多說法 今年來計 對於經濟 如果經濟好轉回 對銅的需求量 有幫助 的而且確 銅價 在過去這段時間 由去年的第四個開始 的而且確有回升勢頭 但以我的理解 其實今年裏面 如果一些調查顯示 今年銅的產量 其實會增加了 因為其實在過去幾年的時間 很多銅礦 在今年 其實會投產 所以意味著 今年銅的供應量 其實會突然增加了很多 如果一些統計調查顯示 銅 今年 全球來計 產能個性 大概是50萬動作 除非你說經濟上 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增長 否則的話 銅價 我自己的看法 未必會有這麼好的表現 所以港西銅 你是這個位 現時這一刻來計 似乎大概 20元 坐在這位置 應該有比較大的支持 就是大概 20.1 20.2 這些低位 應該有些支持 所以我建議 家庭觀眾本身 如果你是有貨的話 我建議 先看著大概20元 這位置 坐在這位置 跌不穿的話 不妨先 還有 如果大問題是 如果是 波去反彈的話 都極其量 暫時看 大概21元 差不多 如果你是在短線裏面 打算上這位 我建議 可能先走一層貨 但當然理想 如果你想看高一點 不妨看這些位置 大概22元 這些是之前高位置的水平 但我建議 你可能不妨分兩注股 譬如這一下 如果是 這幾天的時間 打算21元 你可能先購第一層 到22元 這位便會公為0.5 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多謝家庭觀眾的電話 亦都多謝Stanley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最後 做回申報 剛剛說的 幾隻股票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麻煩你Stanley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 就是我們全日總結的環節 了